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那個中展在急忙之中,都勢出了大衰尼劍色,把自己上下全身包圍在一座劍光之中 就算黃衣人本事再高,赤手空拳,急切之間都破不到這套防身的劍法 但是就在這陣,那個軍官就已經抽出牆邊 黃衣人就側身分掌,左掌將中展震退了兩步,右掌盪開了李森惟的青銅劍 那個軍官就趁著這個控隙,一個盆龍妖暴,氣身直進,嘩,右一邊 糟了,這一邊在中展的背脊那裡,重重地抽了一下,即刻攜線這麼大的一幅布,隨著邊尾飛起,化成了片片的蝴蝶 中展的背上馬上出現一道搶牆的傷口,李森惟一件驚叫一聲,雲劍如風幾乎整個身撲上去 但是就在這陣,那個軍官都啊,大叫一聲,車身飆了出去,原來他都被中展的劍風,在肩膊上捅了個洞 李森惟一劍刺胸,重心不穩,那個黃衣人一手就抓過來,轉風雜然,看怕就要抓到他的手腕 馬上之間,李森惟突然覺得有一股很柔和的力度,將自己一帶,重心即時穩定 接著聽到中展的耳邊說,不用怕,你靠著我的背脊 這陣中展是肉血死戰,一手抓住的師妹,劍色就改守為功,從大衰來劍色就變成追風劍色 一連擊擊極為凌利的劍招,完全是盤著兩敗驅傷的打法 這陣的黃衣人反而離開了,看著他們兩個,冷笑著說 嘿嘿嘿,看這兩個小朋友,還可以熬得多久 白老弟,不用這麼快收拾他,我們先和他玩一下 再說,梁師兄妹,這人背靠著背,亂見他的 彼此感到好像有一股暖流,通雲全身 就是在這個生死搏鬥患難與共之時 他們都甘願寫了聖命去防衛對方 同時都感到對方對自己那份真情實義 就算這個不算是愛情也好,但是他當然是超乎了一般輕美情感 再說,李心為初初見到這個軍官的時候,就似曾相識 現在聽到那個黃衣人叫他白老弟,啊,他醒起來了 這個軍官就是那年在廬山道上曾經出現的 那個御林軍的副統領,白梁啟 這個軍官竟然這麼大膽,闖到高手混雜的蒙山里 這件事真的大大出乎李心為的意料之外 更加奇怪的是,他們兩個打了一盞茶的時分 他媽媽怎麼會絲毫無知覺,直到現在都未見來救他們呢 白梁啟的本事呢,就不在李心為之下 而那個黃衣人的本事就更加在他們兩個之上 何況現在他們兩個吸了這麼多魔鬼花醉人的香氣 就算社命支撐啊,都支撐不得多久 在極戰當中,又聽到啪啪兩聲 中展又熬了兩邊,手上腳上都是傷痕 李心為又急了,對著夜空大叫 媽媽,媽媽 李心為連叫幾聲,聽不到媽媽回答 不過,就更加深方,他本來已經支持不住 現在媽媽的嘴叫了幾聲,又吸了大量的迷香 即時感到頭暈眼花,整身騷軟 眼揚揚揚,犯不出一點力 迷迷糊糊之中,他聽到那個黃衣人很可愛的笑著說 嘿嘿嘿,踏低了,踏低了,踏低了 李心為突然好像受了催眠,雜時沒有知覺 一身軟腳蟹地劈踏,應聲踏低 中展本來跟他是背靠背的 現在突然間沒有了依靠,大氣一驚 轉頭就說,師妹,你... 就在他轉頭那個撒傘,前邊被人家咚一聲 咚了個月島,他都暈迷 與此同時,前邊軟落才開始傳來他媽媽馮林的聲音 可惜,這兩個人已經聽不到 可能聽眾你會問,他媽媽馮林為何這麼遲才來呢 難怪他媽媽的,原來他那裡都遇到強敵 而且那個比白樑企和這個黃衣人厲害得多的強敵 再說,原來呢,白樑企偷入冠中,馮林就知道了 那時候他正在靜室打了,忽然間,聽到雅背上面有視視傻傻的輕微聲色 他知道,上面有夜行人 於是他就不動聲色,輕輕地飆上了那背 只看到有一個人影,在西邊那座藏經角的閒角飆出來 飛上後遠的一棵大樹 在搞幾句月光照影之下 那個人的身髮雖然快 但是馮林一眼看清楚 記得他是以前曾經在廬山道上 拜在自己手下那個玉林軍軍官 他心中覺得好笑 哈,原來又是這個臭小子啊 你這麼大膽,夠膽來這裡 你以為真是罐中空虛,想來趁火打劫啊 以馮林的本事呢,一動手就可以把他擒來 只見他摘了幾片樹葉,正想施展摘葉非花雙根碎骨的功夫 突然間他一想,哼,這個臭小子,是馮林軍的副統領 來這裡幹什麼啊 我不如靜悄悄跟在他後邊 我看他還有什麼黨羽 有機會,我希望他翻得好 他剛剛想到這裡,東北角果在營客廳裡面 又有一條黑影飆出來 這個黑影是身材高大,是叫黃衣人 馮林心想,哦,這個黃衣人的本事 比那個白樑要高很多啊 唉,就算高得好,心儀和中展應該對付得到他的 我就不用這麼急,我看看還有什麼高手在後面先 馮林想到這裡,突然間,他聞到有一陣香氣出來 他心頭惹,向著香風的來處一看 他見到隱隱約約,在草叢中有紅白亮色雙間的花朵 大約有十幾雙那麼多 馮林一看就叫,死了,死了 他曾經在西藏就漫遊過幾年 他認識這個叫魔鬼花 以他的功力修為,雖然就不怕中毒 但若果在魔鬼花香氣的包圍之下 時間太久,吸得太多,功力都會消減 而且他自己雖然不怕,但是他為女兒擔憂 同時,又不能不為魔鬼花,突然在罐中開放而感到驚喜 所以他立刻就暗運員工,閉了整身的穴道 事件八步,那時候,什麼功夫就向前追過去 就在這陣,他突然聽到東南方向,隱隱約約傳來打麻聲呼喝聲 那個正是芒山派祖師獨秘神尼霧原所作的方向 也就是各派弟子和曼神通那幫人比武場所的方向 以阿馮林的武學造藝,在遠處傳來的屍殺聲中 他立刻聽得出,那幫人都非等閒之輩 而且個個的路數不同 馮林這一驚,比正說更加厲害 他心想,如果不是孟神通這邊,突然間增添了很多高手 那就是我們這邊各派的武學大師都一起出馬了 那無論前者後者都好,都是有緊急情況發生的訊號 尤其如果是後者的話,即是說這邊各大武師一起出馬 那就表明自己這邊的失利了 如果不是各派的武學大師,絕對不會一起出馬 那馮林怎麼都猜不到,那幫人既不是和孟神通作鎮的好手 也不是自己這邊各派的武學大師出手 而是西門牧野帶來的那幫黃衣人就分為兩路 一路去破壞汪山的比武大會 另一路人數比較少些的就來這裡搗亂 那這裡的一共是四個人 白娘企和一個黃衣人已經進了後院 另外那兩個黃衣人就埋伏在樹林中盯著馮林的 馮林的本事真是很厲害的嘛 他一發覺有不妥了,略略一形神 他聽出那兩個黃衣人的所在 他立刻張手一揚,施展出窄葉非花,上筋碎骨的上城內功 把早就放在手心的一把樹葉殺出 這就是他殺出那一撒馬 他聽到旁邊有人陰心心地冷笑 跟著微風一閃 閃電般有一條人影已經撲到眼前 這個是一個身材高大的黃衣人 被一般人至少高出一個頭 那個手板整把攜線那麼大 伸著一個大手向著馮林兜頭的一渣 指尖幾乎炸到馮林的額頭 順著那個掌風一股很濃重的血聲氣味 衝入馮林的鼻子 好在馮林的內功已經練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就算是這樣,馬上覺得有一股惡心很不舒服 馮林怎會被他那麼輕易抓到呢 就在撒那之間,馮林輕輕一飄著閃 隨手摘了一枝樹枝,讓幕有三呎幾長 橫空一滑 細算白髮魔女這一派敵全劍發 一招就玄烏滑沙 向著個黃衣人的胸口就滑過去 馮林的內功已經到了摘葉非花就可以雙人死日的境界 這一枝樹枝在他手中被普通的刀劍何此利害十倍 這個所謂的劍刺出,竟然隱隱夾著金刃劈鋪之聲 手法更加是奇怪之極 只聽到嘟一聲 那個黃衣人扔帽被樹枝挑起 馬上露了個光頭出來 哈哈,原來是個和尚 你就是這一陣,另一條人影又撲到眼前了 這個人跟那個黃衣人都剛剛相反 是個五短身材,比普通人還要矮一個頭的人 使的是一枝佛塵 只見這個矮人那枝佛塵向上一卷 剛剛去到馮林的腰那裡 馮林一個移形換步,左手又多了一條籌帶 佛塵籌帶馬上相互纏繞 雙方一扯,都沒有拉動對方 馮林的樹劍跟著刺出 那個過頭很矮的黃衣人馬上鬆開佛塵 一個搖子翻身,道販出去 只聽到噹的聲 他頭上的金罐都被樹枝挑開 露出一個高計 哈,原來這個是個道士 這兩個黃衣人伸手繳見來去如風 在武林中實際是罕見的人物 但想不到馮林出手給他們兩個還要快三分 摘樹枝,解腰帶,閃避,反擊 最後還撩開他們兩個爭武道館 這一連串動作,竟然在順色之間一氣呵成 真是化如閃電 你們兩個黃衣人一擊不中,馬上閃開 報成一個奇覺之勢,暗中就暗暗吃驚 馮林收回的樹枝一看 樹枝的上半截已經斷了 好像被刀削那麼齊 他心中都疾了下 藉著月光他看得很清楚 只見對方一個僧人一個道人 面上貼著幾塊樹葉 那個和尚現在露出很狡猾的笑容 而那個道士就一念苦相 沒有一些血痕 而且他們面上的神情一直就沒有變 在月光下面更加顯得恐怖 好像兩塊魔鬼的畫像 我說過很多次,馮林擇葉非法的功夫 已經到了傷人納死的境界 但這兩個黃衣人的面上 都是貼了他殺出幾片樹葉 但是絲毫不見血跡 連哼都沒有哼一聲 馮林很出奇心想 啊,他們這兩條有的臉皮為何那麼厚 難道他們不是血肉做的 這陣那個高大的僧人 陰沉沉一聲冷笑 哈哈哈哈哈哈 伸出攜線那麼大的大手 又向馮林抓過來 掌風中依然送來很強烈的血腥氣味 比正話更加濃郁 馮林那個樹劍又向著他刺出去 這一回那個真人是有了防備了 馮林一劍無吉種 即刻施展 貓櫻破棄的絕技一躍而起 而那個矮道士似乎早已料到馮林有此一腳 身形鮮起,比馮林跳得更高 佛塵右上向下,萬流千絲 絕情好像在空中殺了個網 要把馮林罩在當中 馮林所用的輕功 那是他至少在貓鷹島上模仿貓鷹 所謂貓鷹就是一種面部像貓的怪鳥 他就模仿貓鷹撲擊的姿勢而學成 可以在空中突然轉換方向 再說那個矮道士本來就是先制著仙基 如果換了帝哥一定躲不開這一擊 但是現在馮林就應付自愈 現在看到佛塵抓落 馬上扭腰一轉 同時一口真氣 向著佛塵吹過去 那個佛塵即時吹到散開 接著聽到砰一聲 那個矮道士的肩膀被馮林的樹枝刺中 那件衣服馬上裂了一片 有幾滴鮮血就擠了出來 而那個高大的僧人見到同伴遇險 及時發出兩記劈胸掌 馮林這陣子的身體還懸空 時間難以持久 第二劍就不能再發出 亦除了道士一齊就落了地 奇怪的是 那個矮道士的肩膀雖然中了樹劍 血滴如豬也滴滴滴下來 但是他面上那片樹葉 被馮林吹去 面上燃出樹葉的甩痕 依然沒有半絲血跡 馮林心中一動 跟著冷笑就說 哈哈 原來是你這兩個老不死的怪物 在這裝神弄鬼嚇人 唐大俠可以見下留情 我就不可以放過你們了 那各位 這些高一矮兩個是什麼人呢 原來這兩個黃衣老者 都是一對老拍檔 那個矮道士道號叫做龜藏子 而那個身材高大的和尚 本來就是個胡僧 那所謂胡僧 就是外國的僧人呢 到中國之後就取了個中國名 發號的就是識道安 龜藏子出身於道教中的蒲婆派 那這一派就奉俊朝的煉丹氏 就是葛雲為祖師 講究煉丹、采納、方術之類的旁門左道 在道教中的地位就很低 那個龜藏子是動動不得至於中原 於是就遠走塞外 大概在蒙古、西藏一帶就開宗立教 但是蒙藏一帶又是喇嘛教的勢力範圍 他沒有落腳點 剛好識道安在花刺子摸到蒙古 逆上去蒙古就見廟修圖 兩個人於是就相識、結納 相了洪教喇嘛七個高手 洪教法王派大弟子就到天山 向唐曉蘭就求救 唐曉蘭一來呢 卻不過法王的情面 二來他都打聽到這兩個人在蒙藏一帶做了很多壞事 於是就毅然落山 孤身復悔 憑著他的游龍寶劍和天山神芒 和這兩個惡魔就惡鬥了一日一夜 最後用他游龍劍就削斷了龜藏子 左手的無名子 用天山神芒射傷了色道安 從此之後這兩個人就消聲匿跡 到現在重新再出現 都經歷了三十年有多 那馮林以前曾經聽唐曉蘭說的這件事 只是因為時隔太久 一時想不起就是這兩個人 但是他兩個很好認的 一高一矮 形貌古怪 交手之後 那時候馮林又發現他們的武功套路和中原國派都不同 並且在打鬥當中 他發現的矮道士左手只有四隻手指 這樣他就猜到他們是誰了 哇 這個馮林的武功真厲害 一路打鬥一路可以觀察得這麼細微 所以有功夫有了之人是領書不同的 各位 到底這樣打下去誰贏呢 就知道後事如何 明天再說